我們看這一點 我們來求這個函數它的最小值 首先我們看 這個函數它的週期是2π 加絕對值以後週期是π 這個的話週期的話也是π 所以我們曉得π是它的週期 但是問題是週期還有沒有更小的 如果我x給它再加個2π 這個就變成cos 這個給它加個2π 就變成3 所以你x給它加2π 加90度的話 跟原來的函數一樣 也就是說 yx x給它加2π 這個3x加2π 這個是cos cos 2分之π 是90度 是等於絕對值 cos x 你把它加2分之π 然後變成usin usin usin s s 3x 也就是說 x x x給它加90度以後的話 它跟原來的函數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2分之π 是它的週期 所以我們只要討論什麼呢 討論這x 0到2分之π就可以了 好 討論0到2分之π就可以了 好 因為呢 因為再來的話 就一直重複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所以0到2分之π的話 裡面有它的最小次 也有它最大次 因為再來就一直重複了 好 我們現在 這個函數的話 我們就在0到2分之π之間來做討論 好 當然 x 介於0到2分之π的時候 這個是正的 這個也是正的 第一項線 這個時候的話 y等於多少 y等於3x 加上cos 然後呢 這個等於多少 我把它跟2抽出來 這是跟2分之1 3x 再加多少 跟2分之1 cos 那這個呢 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cos 45度 4分之π 這個是sin45度 4分之π 所以你用負角公式把它和平起來 這跟2 是sin x 加4分之π 好 那我令這個叫希達的話 那希達是介於哪個區鑑 我x給它加4分之π 就x 加上4分之π的時候 這個小也等於4分之3π 大也等於4分之π 那我再令它叫做希達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曉得呢 這個是根號2 sin的希達 那希達是介於4分之π跟4分之π之間 好 那我把這個圖形把它畫出來 這個角度齁 介於什麼呢 介於這個45度 到呢 135度之間 這個也是45度 這角度介於這個之間 然後這個政府的話 是等於4分之3 政府是等於2 所以最大值的話在這裡 最大值的話是跟2 最小值在4分之π或4分之3π 這兩個值是一樣的 我在這裡 在這裡的話呢 就4分之π或4分之3π 他們都是最小值 也就是說 最小值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y 你希達給他帶多少呢 帶那個4分之π 你希達給他帶4分之π的話 就跟他2 乘以多少呢 跟他2分之1 這等於1 那希達是4分之π的話 這是希達 希達等於4分之π的話 x就等於0 也就當x等於0 或者是 如果是4分之3π的話 那這個就是2分之π 當x等於0 或者是2分之π的時候 2分之π加4分之π等4分之3吧 使他有什麼呢 使 當x等於0 或2分之π的時候 他有最小值 最小值等於多少呢 等於1啊 所以他的最小值是1 1 1 2 1 2 2